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也是我们的学生 然后他也为这个社团做了很多努力 所以咱们社团同学要好好地感谢一下他 他在后边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工作 那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本身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去做一些批判性的思维 还有帮助大家去做一些思考这样一些先进的教育性的东西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先锋性的尝试 我也希望咱们的西南第一社能越做越好 好的 我觉得首先同学们得有批判性的思维 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一个词 那这个就要求大家可能在平时的生活中多去观察 多去思考 把我们认为可能习以为常的一些东西 去换一个角度 想想它背后的原因 我觉得这个深度的思考能力和批判性思考能力是最为重要的 其他的建议的话 我们的这个其他同学已经给了很多了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在我们这个宋老师和其他这个社长的领导下 跟着他们一起走就好了 我觉得就是我第一个感受是非常的激动能够回来 然后能够非常开心看到就是以前的朋友们 然后还有以前就是教导我辩论的学长 然后非常的欣慰吧 然后能够看到就是以前的同学们能够在今天能够独当大局 能够出色的组织这场活动 然后呢新的高一的辩手们也是非常的优秀 比我们的以前呢更有天赋也更加的努力 所以说总的来说是非常高兴的 是回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感慨就是 因为当时自从我创社的时候到现在的话 那个时候的教师只有我一个人 然后呢当时的班级也有二三十个人的样子 很不容易 但现在的话看到了不但有我们的社长 还有的我们不同的教师 有的不同的职责 然后呢并且我们还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教学体系 我个人认为这个样子的发展是比较符合我期望的 我觉得可能因为是热爱吧 我觉得我在高中三年最喜欢的活动就是辩论 然后呢在高二的时候就接过 成都其中美食社团美食变成社团的这个棒 然后我就觉得想把它越来越做越好 那么我们就开始做了一些就是我们以前并没有做的事情 比如说像办比赛啊办校级联赛啊 然后我们完善了一些就是我们课堂的一些课程设置 然后我们加入了很多新的东西 所以说我觉得在社团这方面在坚持这些活动方面 我觉得我很享受我这种对于这种活动的热爱 然后永远去追求更好的这么一种激情 非常享受这种感觉 对于我而言的话 我认为我最大的动力是责任 因为一旦当你创建了一个社团之后 当你发现你的学生有好几十个人的时候 你发现那个时候你已经停下来了 如果说当你发现你遇到了一个困难和问题之后 如果你要放弃的话 你放弃的不仅是自己 还有同样的一个班级的所有同学 以及他们可能以后的未来 所以说为了他们也为了我自己 我是坚持一直到现在 我觉得我们能够传承以发展的很大的因素就是 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爱 然后非常温暖的一个大家庭 我觉得这个说起来很感觉很儿科 但是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且非常非常真实的 我觉得我们这样的一个社区 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团体 是基于我们对美变的热爱 以及对美变的这样子的一种追求 然后我们都有共同的兴趣和共同的这么一个组织 我觉得我们的归属感非常强 那么有了这样子的归属感之后 我觉得无论是赵学长 还是我 还是孙英文 以及接下来的同学们 我觉得他们都有这样子的热情 以及责任感去继续把社团做得更好 然后我觉得 我对新的同学以及接下来的同学 那期望就是能够把我们社团越办越好 这个期望比较简单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一定要 每一届都要比每一届好 我觉得就是最基本 也是最终的这样子的一个期待了吧 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凝聚力 因为包括之前 从我上大学之后 还有和其他的同学 那些已经毕业的美面生的同学 上大学之后 我们都有每年回到这个社里面来的习惯 去看一下每年这个社有什么改变 以及去做一些我们能够力所能值的一些帮助 就比如说我曾经就在两年前的时候 即使我身在美国 也帮助了当时的同学们 去准备到他们的比赛 甚至于他们的 在夏天的这个 在北京的那个全国赛 我认为这样的一种传承的话 不应该说是因为我毕业之后 我不隶属于这个地方 那么它就应该断掉的一个东西 我希望这样的一种以老代新 或者说以更老代更新的这种方式 能够传承下去 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循环 所以说我认为一个新的社团的话 或者说针对于先生的这个社团的话 我希望这些毕业的同学的话 也能够像我们一样 能够在毕业之后 也能够为这个社团去尽一份力 我一直觉得就从我身上 我看到的和从去年 我高二的时候我觉得就是 真的实战是一个 非常锻炼人的一个过程吧 因为平常都只是讲理论啊 这些的 可能他们只是在吸收 他们不知道如何去用 但是有这样一个实战的机会的话 我也看到 无论是我们冠军组的同学 还是其他的 可能比较可惜 没能出现的同学 他们在第一天 从第一场到最后一场 他们真的是有非常大的进步 我觉得这就是我能够给他们带的带来的一些最大的收获吧 我觉得当裁判的话 压力肯定是会更大的 因为我需要去全场的掌控 每一位选手 他一个全场的一个状态 而不是像我打辩论的时候 我只需要专注于对方 他们在说什么 我怎么去给他打回去 所以说当裁判的话 他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 都会更加的疲劳一些 因为你要时刻的对每一个选手的发言 进行一个快速的反应 然后一天的一个赛程也是相对比较紧张的 所以说虽然这个经历也是比较劳累 但是我觉得对我自己也是一次提升的一个机会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吧 因为最开始 我刚开始就是被赵成浩学长带着打每遍的时候 我就只知道去把 去比赛前把所有东西输到电脑里面去 然后打比赛的时候 听到对手可能说了一个相关一点的东西 我马上就噼里啪的念出来 但是到之后 随着可能英语水平有所增高 然后在辩论的技巧上面也有更大的一点提升 然后我发现我就可以熟悉我的一些论据 然后对它进行快速的一个反应 我希望吧 就是之后的同学能够在学习之余 也能有一些奉献精神 愿意去为这个社里去牺牲一点自己的时间 同时把自己其他的学习方面 或者文书之类的时间给安排好 这样就可以有效地保证学习和活动两个方面都不耽误 然后希望之后的社员 无论是社员还是管理人员也好 可以多沟通多交流 共同去完善我们已经比较成熟的一个教学的体系 然后把西南第一社这个名号越打越响 很满意吧 就是夜没有白熬就是这个感觉 然后还就是终于可以和核武器说拜拜了 就是从模拟辩论开始吧 到今天已经打了七次的比赛 收获了很多的知识 也和前面的学长也学到了一些很多新的知识 感觉还是挺享受这个过程的 然后也希望下一次打比赛也能够发挥出很好的成绩吧 刚开始可能就稍微有一点点紧张吧 然后到后面可能也稍微对流程比较熟悉一点了 然后呢更加得心一手了 然后希望以后的话也能从辩论中学到更多的知识吧 谢谢 因为我们的赵成豪学长在他毕业之前写了一本书叫做美式基础辩论入门 里面第二页吧 我记得有一些让我印象很深刻的话 就是队友的交流磨合非常的重要 在比赛里面确实是这样的 因为如果你的prepare time和你的队友一起运用好了就非常的强 然后呢我想对我的队友说呢就是说虽然说呢我们吵过很多次架 然后呢也有很多次不愉快 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是比开学的时候磨合好的很多 希望你在未来以后展现出你对美变更多的passion 然后呢让我看到你的passion 就是因为打辩论嘛都是以小组为单位去打 然后肯定有变友 变友之间刚刚我的partner也说就是之间的交流也很重要 但确实刚开始一个磨合的过程特别的困难 多么多就是观点不是很合 但是到了今天打完比赛就是还是合作还是挺愉快的 每变也是一个相当于是个团体的比赛吧 就是就是变手变友跟变友之间肯定也会有一点多多少小的大摩大摩擦或者小摩擦 然后之前也跟我的那位不在的变友 然后呢发生过一点不大不小的冲突吧 然后后来也很好的解决了 然后也也就是为什么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虽然也没有得到冠军 但是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然后希望以后还能跟他一起然后赢得更多的比赛吧 谢谢就是都挺好的 就是包括准备到打比赛到到昨天上午的第二场比赛被打崩了 就被对面摁在地上打 然后当时心态都崩了我和我的变友 然后又感谢这些前辈一些的就是开的小照吧算是 然后让我们在下午之前给调整了过来 然后呢就很强 我觉得吧我们就是我跟林俊文做搭档的话 就是这次比赛做得最好的应该就是在第二场比赛打完过后可能 可能是输了但是心态并没有马上崩溃 就是马上能够调整自己 然后在第三场同时发挥出更好的效果吧 就是我跟那个我不在的变友 然后可能这回做得比较好的话就是可能是每一场比赛的话 就是有输有赢也没有太大的可能情绪波动吧 反正就稳住然后呢比较冷静的去对待每一场比赛 然后不足的话可能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 最后做总结的时候的话可能没有总结好啊 然后没有沟通好啊就导致总结没有到位 然后之类的 然后希望以后也可以改进谢谢 收获了非常杀雕的社长 还有很多的前辈都真的人真的特别好 就是你每次把稿子发给他们不管多晚他们都会答应帮你看 然后帮你修改帮你提意见 稿子从最开始写的真的是很烂很烂 就是像水面一样波光灵灵的那种水 到现在还是比较好也不能说好吧 就比较不那么差的样子 就是感觉收获了蛮多的包括说是最能锻炼的critical thinking 还有logic 我觉得通过这次比赛收获的其实跟我的part收获的差不多 但是主要还是就是认识了很多有意思的学长 比如说像副社长刘一浩真的是特别逗 然后呢也很开心能够交到这些朋友 我觉得这次有些收获呢可能就是跟搭档关系之间可能会变得更好吧 然后遇到一些比较有趣的人啊 然后事情啊 然后之后可能还也锻炼了一下自己的那种批判型思维吧 谢谢 今天我要恭喜咱们其中国际部的美编社成立五周年 那也希望我们在将来的日子里呢 看到这个其中的国际部的编论社有十周年二十周年 也期待我们有更多的合作和更优秀的学子走出我们的这个美编社 希望大家能够在不忘出现的同时 能够给我们的社团带来一些更加新鲜的一些活力 希望大家能够就是无论前方有多少坎坷我们都可以继续前进 然后也非常激动母校也能够越办越好 这不马上要搬去新校区了吗 也希望母校能够在新的校区能够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学子 然后对 谢谢 我希望就是现在的社员以及未来的社员 不要把生活的典离全部当成辩论 我们辩论在我看来是更是一种交流的艺术 我们去跟更多的人交流 而不是去跟更多的人争吵 谢谢 我希望我可以顺利坚持到高三毕业吧 觉得吧 当然还是希望美编办得越来越好吧 而且可以上课内容可以更加多丰富一些 而且不一定一定要社长本人上 也可以让副社长像刘云浩啊 令燕芝啊 他们也可以来跟我们上课 当然还是就是真正的真心去热爱美编吧 谢谢 我希望的话就是可能大家可以在美编学习的同时 可以获得到更多吧 就除了比如说什么批判型思维 也可以交到很多朋友啊 然后跟更多的人搭号那种关系之类的 谢谢 这个因为我的微信头像就是一个就是拉拉 我觉得拉拉是一个灵魂无首 然后它能够带给人们快乐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吧 虽然有很多烦心事 但是我们也要保持一颗童真的心去看待这个世界 可能有时候在别人看来 这个事情是一成不变的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个优秀的变手 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 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 与批判的办法 所以说我非常欣赏 这样一些比较童真的角色 好 谢谢 谢谢